好了 驚頭所回到臺灣 為了要促進到館市的交流 最近有不少館市的修長 無分能力 看館市來參訪 像這個途方市長的文餐 這次就到配偶的南寮 來體驗當地獨有的 方便的文化 再來吃當地的美食 坐牛車來參訪到高處 但是文餐說 這個配偶的觀光魅力 是途方發展觀光的重要參客 這不是在伴人吃 是體驗當地特別的學民文化 為了做館市交流 湯市長有的文餐 來到朋友南寮 對他自身打扮 又準備把牛塞餅拿去燙 這個是牛塞餅 這不是要拿來吃 要拿來燙的 南寮下庫發展進去 在撒環境的教育 保存高處文化 另外當地料理也很有接受 吃一口的鵝肉棧 這是燒農特別製作的黑糖豆花 市長有咬的這味 來這裡參訪也讓他生得很高興 感受到澎湖人 不只是有豐富的歷史 有美好的島嶼生態 更重要澎湖人 這個這種能夠不畏強豐的精神 我感受很強烈 另外在文餐也沾對文聰議題 和東地交流 本鄉文聰變作和觀光結合 頭過去不一樣的館市參訪 讓台灣每個下期 烏魯座正常的發展